上一个头影片所谈的这个福克定律 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讨论 我们也是假设是等向性的 isotropic linear elastic的材料 但是我们现在先 我们加进去一个thermal effect的考量 因为在做结构分析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考虑到热效应 也就是说有一些温度变化 假设有一个delta t 的一个温度变化的时候 那么应变呢 不管是x 方向 y 方向 会多增加出这个alpha delta t 的应变出来 这alpha叫做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ffect 热膨胀系数 叫 cte coefficient of thermal expansion 这一个term要把它加在这个question里面